高雄岡山追蹤大樓外牆磁磚薄落 就像在下雨 拉批經費上看4000萬元 讓住戶難以承擔 大樓外牆掛上網子 加長又加寬 皆掉落磁磚 外牆越掉越嚴重 已經10年想申請都更 市府補助1800萬 但住戶還是沒共識 一般若你有錢的人 我們腳的沒關係 你沒錢的人比較可憐 大樓管委會要負責維護 還要負責籌錢一個頭兩個大 但其實管委會要處理的事情 還不只這些 消防箱 一般來講的話 它有警示燈 按鍵 電梯箱內的排風機 比較專業的可能就是 電梯廠商來做一個維修保養 大樓公布欄管委會都會公布 每個月的收支明細 看似結一款還有上千萬 但其實對整體來說 並不是非常多 大樓每個月支出保證人士費用40萬元 設備維護15萬 總共55萬元 多年下來累計1000萬元 結餘款已被不持之需 例如遇到大樓外牆撥落 設備更換等等等 大約10年就會花光 差不多 不算多 如果說我們的管理基金不夠的話 管理費的一個調整 除了檢查設備 收管理費定期開會 還要解決住戶糾紛 事情又夠多 而且人比事難處理 早上要幾點起來 希望我們從管理室 按對講去叫醒他們這樣子 一旦遇到漏水問題 樓上樓下住戶炒翻天 不處理被說廣委會很閒 處理不小心 還可能公清辯事主 怎麼化解協調 以何為貴是最大原則 記得送貝城往書宏高雄道